知音懂果是真谛 上 其实一个人常失误 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会重蹈覆辙 佛教讲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众因得果 所以永远不要外果长出来怎么这样难看 不好 不管什么果 都是你自己种的因 没有一样东西 是你种下去的因 跟长出来的果不一样的 种下玉米 当然长出来是玉米 种下仇恨 当然长出来仇恨 种下爱 当然长出来爱 所以跟任何人 包括夫妻之间 孩子之间都一样 要多重善音 多说好话 劝导为妙 劝导是一种理智的行为 责骂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责骂是一种生理行为 而劝导为 而劝导是一种心理行为 较为高尚的境界 可以胜过行为 人的精神可以转物质 物质可以转精神 爱因斯坦相对论就验证了这一点 有些人 精神想通了 可以很好地跟你生活 精神想不通 就变成一种行为 成为心理行为 会产生负面心理 对你不开心或者有恶念 所以 精神是最重要的 碰到解决问题 尽量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才为上策 因为 人是肉体和灵魂组成的 灵魂不能想通的话 肉体不会听话 任何一个孩子对父母不孝 与父母的教育百分之百有关系 所以 不要怪孩子或别人 只能怪自己 要做好自己 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孩子不愿意理父母的时候 父母要好好检查自己哪里做错了 是在孩子身上 是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不够 还是对孩子不够关心 精神物质可转换 正面思维除恶念 善导沟通为上策 善观因缘多和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